許巧鑫啊!你們的那個委員會 它不叫做國防外交洩密委員會啦! 它叫做國防外交委員會! 新聞硬邦邦聽新聞嘴爽,我是節目主持人斯坦 歡迎各位收看! 今天我們繼續聊一下這個 很喜歡洩漏國家機密的 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許巧鑫 首先,許巧鑫上次諮詢外交部長吳釗燮的時候 譴責他台灣援助烏克蘭 台灣捐贈給烏克蘭是沒有公開跟透明 後來還用什麼爆料的名義 把一個國家機密文件拿出來 用他的那種扭曲事實的方式 來證明台灣援助烏克蘭是一個 不透明跟不公開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外交文件 它是一個密件 而且保存的時間是10年 主要是在講台灣援助烏克蘭是 透過第三個國家的一些內容的細節 而基本上 它在這方面已經是有違法 因為那是秘密文件 然後它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一個成員 這個連資深的一個國民黨的國防外交委員會的成員 江啟成啊 他也受不了啊 他說如果遇到這種秘密文件 必須要嘛開一個秘密會議嘛 要嘛就是直接問外交部啊 就是這個東西不適合這樣子用公開的方式 因為這個當然是有牽扯到一些違法的事情 但是這是法律是一個最低的那種道德標準 你如果連這個東西都沒有辦法達到 其實你連想你這樣子的行為會不會害到人 我相信你的許巧欣完全缺乏公德心的這個人 他自己說嘛 佛黨殺佛 人黨殺人嘛 就是用這種的說法 他佛都要殺了 那他當然也是完全不在乎烏克蘭人的生命 這也是我覺得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的嘛 後來呢 外交部就是有對許巧欣提告嘛 因為他就是他不應該把那個公文拿出來嘛 他不應該對媒體說那個公文裡面的內容 他影射台灣就是有養一個公司嘛 一個在捷克的公司 然後透過這種的方式在捷克進行遊說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空穴來風 也沒有任何的證據 那個公文的內容本身就是在講援助烏克蘭的方案的細節 他有講就是金額是多少 然後錢要怎麼樣匯啊 怎麼樣轉啊 但是這個東西是秘密的 為什麼是秘密呢? 就是也不要讓中共知道台灣如果是援助烏克蘭是怎麼援助的啊 那目前來說台灣還沒有跟烏克蘭建立一個正式的邦交關係 所以跟烏克蘭的往來都是必須要經過第三個國家 那對烏克蘭來說跟對台灣來說比較友善的就是 立陶宛啊波蘭啊捷克啦 就是這些國家 尤其是捷克 因為捷克對台政策是非常的友善的 我覺得這個大家也都是看得很清楚 在戰爭爆發之前 台灣是透過俄羅斯處理烏克蘭相關的事物嘛 這個東西也是非常不公平啊 然後很多烏克蘭人也是有反應過這件事情嘛 但是戰爭爆發之後 台灣其實台灣政府有改善這件事情 現在就是透過其他的國家 來就是跟烏克蘭進行任何的溝通嘛 OK 好 一定要透過第三個國家 原因就是兩個 第一個 你沒有跟烏克蘭的直接邦交往來嘛 第二個 中共跟俄羅斯的髒手無孔不入 然後當然也是擔心會有一些滲透的問題 所以當然就是經過這種的MOU 就是簽署這種的文件 然後那是秘密的文件 就是來釐清大家的義務嘛 大家的責任嘛 跟大家要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的正常的事情 而且這個東西本來就是應該要秘密喔 不應該就是把這個東西公開了 OK 那現在徐巧信這個人 他說 可是三月份的時候 傑克就自己有公佈相關的內容 在他們的外交部的期刊 我覺得徐巧信 你不要把台灣人 你不要把你的學名當笨蛋 覺得大家都是看不懂傑克文是不是 然後他其實很賊 他把那個期刊喔 有放截圖 然後那個截圖上面 他有部分的翻譯成英文跟中文 但是只有部分而已 他現在針對的那個廠商 他把他的名稱有翻譯出來 但是期刊上面 有提到非常多的其他的廠商 他故意沒有講 跟其他的協會啊 跟其他的組織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期刊 他是一個公開的內容 那他主要講什麼 因為我看得懂傑克文嘛 所以我就直接看了全部嘛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行為 是非常的殘酷的嘛 他們也殺了很多人 也偷了很多東西 也偷了很多的醫療器械 因為他們就是完全無差別的去殺 跟無差別的去傷害烏克蘭這個國家 所以 傑克有好幾間公司 好幾間協會 好幾間就是相關的組織 跟台灣政府合作 決定要提供相關的醫材給烏克蘭 那台灣這邊就是有援助 1000萬美金的部分嘛 那30%的醫材 會是來自台灣的廠商 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是 最後那些醫材 會到烏克蘭的那些那些那些地方 就是沒有寫任何的細節喔 也沒有寫錢要付給誰 也沒有寫要透過什麼公司 徐曉信提到的那間公司 他就是在期刊裡面提到的其中之一而已啊 那你把很多關鍵的東西根本就沒有折住 然後把那個公文直接在記者面前這樣子甩 這樣子甩 以後傑克那邊 他們的公司會不會遭到一些壓力啊 遭到一些問題 或台灣在傑克的代表 或處理烏克蘭相關的事務的外交部的人員 或甚至在俄羅斯工作的台灣的外交部的人員 我不知道啊 我很擔心就是會有這些這些問題 那外交部是很認真的想要幫助烏克蘭 其實台灣除了民間相關的援助 民間對烏克蘭的支持之外 外交部也是有下非常大的努力 台灣的官方也是對烏克蘭的支持 我覺得大家都是看得到的 但是很多東西你不能光明正大的做 就是必須要低調 這個也是很正常的 你低調但你也是很公開很透明啊 我覺得這些東西 外交部也都是有講啊 就是有援助啊 就是有幫忙啊 進了多少啊 那捷克也有公布 但是合作的細節 就是這些最敏感的訊息被你虛巧心 就是這樣子很粗暴的公布出去 那你不只是害了台灣外交部 你現在要害的台灣外交部 你也是害了捷克 你也是害了烏克蘭人 那更大的問題是說 以後呢 如果有其他的國家想要跟台灣合作 在可能跟烏克蘭沒有關係 在其他的方案方面 會覺得台灣這個立法院 他會干預一些根本就不該干預的事情 而且把一些機密資料會直接公布出去 那這樣子台灣這個國家可不可行 以前把一個對台灣很友善的人出賣的那個馬文君嘛 也是把國家機密洩漏出去的那個馬文君 目前也還沒有任何的法律責任 然後現在這個徐巧心啊 也是一樣的問題啊 都是洩漏機密 而且這些東西好像台灣根本就是沒有 沒有任何的國家機密的概念了啦 隨便就可以洩漏出去 好像完全沒有什麼機密資料啊 而且一大堆填共的 一大堆投共的 一大堆根本就是代表抵國勢力的人 在這個立法院 欸!徐巧心啊 你們的那個委員會 他不叫做國防外交洩密委員會啦 他叫做國防外交委員會啊 而且被抓到有問題 被提告了還在那邊狡辯 還在那邊硬拗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噁心的人啊 而且回到那個馬文君啊 在發現那種國家機密被洩漏之後 這個人還有辦法當選 還有辦法連任 我覺得這也是對國外 對台灣的盟友也是釋放一個訊號啊 這樣子會覺得 好,即便台灣的政府很想幫忙 即便台灣的政府是可靠的 但是台灣這個國會 它是一個台灣國家安全最大的破口 尤其是現在藍百過半的那個國會 包括那個黃國昌啊 以前一直批評國民黨 現在每個決議案都是挺國民黨啊 也挺徐巧心啊 也是一個非常噁心的傢伙啦 太離譜了! 真的太離譜了! 所以民眾黨也不是第三黨啊 大家說民眾黨是第三勢力 根本就不是啊 民眾黨就是一個小國民黨而已啊 所以是這樣子 千建國造的機密是可以洩露出去嘛 然後相關的人 相關的就是外國人對台灣有幫助的 還會被逮捕 然後台灣援助烏克蘭的相關的那個秘密文件 也可以被像那種 徐巧心這個叛徒啊 這個賣國賊 這樣子也是直接公布出去啊 我覺得很離譜啦 真的是很離譜啦 而且這樣子外交部 這個說謊的這個徐巧心 這樣子抹黑 很努力很認真的在抹黑中 那以後如果有任何的捐款的事物啊 或是幫助烏克蘭的事情啊 這樣子任何的案件會變得非常難以執行啊 而且中國國民黨他跟俄羅斯的往來 我覺得大概都是在看得見了啦 都是看得到像他們以前宴會 他們也有邀請那個俄羅斯駐台灣的大使啊 就是那個代表嘛 但是因為後來被蒙國抗議嘛 後來也被台灣民眾抗議啊 所以國民黨就去取消那個 宴會的那個邀請啊 還有一個案子啊 我覺得就是真的 好噁心喔 最近我看了一個 就是在民視電視台的一個 有一個烏克蘭人被採訪啊 他說有KMT的人 跑來捐一千塊給他 然後他說他同時也看到新聞啊 就是說有一些KMT的人 就是說台灣不要浪費錢援助烏克蘭 所以好像就是KMT很雙標 大概九點很早 就有KMT的一些委員過來 他們捐了一千塊 然後說了我們支持烏克蘭 拍了幾張照片 那我不曉得他們是為什麼今天特別跑來了 因為昨天有一個新聞 一個我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一個國民黨的委員 他說了台灣不需要浪費錢支持烏克蘭 這就是浪費錢 因為烏克蘭一定會輸了 對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看內有什麼不同意 一些人說支持烏克蘭 一些人說不 一千塊然後說你支持烏克蘭 這連我一個小老百姓啊 我真的比一千塊好幾倍 給烏克蘭的軍隊 給烏克蘭的醫療啊 然後你還說一千塊 這真的是笑死 因為我是一個小百姓啊 那更何況如果我們看杜城哲醫師啊 或史批啊、史書華醫師啊 或那個白董啊 他們捐的多少 或楊錦德在波蘭這邊的台上 也是捐的非常的多 那你們中國國民黨是怎麼樣 一方面捐一千塊 另外一方面一個 許巧心想要阻擋美金一千萬的一個援助 這個行為是什麼 先把人家揍了一圈 然後後面就是給你一張衛生紙 去擦個眼淚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政黨真的是極度噁心啊 那麼最後我想問一下大家的問題 你們怎麼看現在台灣的國會 你們怎麼看許巧心啊、馬文軍啊、這種人啊 你們不覺得國民黨跟俄羅斯跟中共 跟那些帝國的往來 太過於深啊 就是走得非常的近 然後許巧心他有沒有為俄羅斯做事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要調查的 好,我今天想分享就是這些東西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跟留言 下次見 再會啦 希望希望倫敦 WestOfow 一 zona 每月 每月 鈎 ちょっと 不是